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婷婷我真的很喜歡你這個婷婷 沒有真心賣完了我就買來 嗨 粉絲大家好 真的 都到了耶 高羅青 你們那些酸民不要再罵婷婷了 人家如果認真 對不對 真的 要吸管給你 好 謝謝 可以自己搬上嗎 好 可以 好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謝謝婷婷 好 拜拜 白金雞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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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部分出去都是人家請的啦 拜託的啦 你們這家有看嗎 有個粉絲性高的 叫我們等一下 他說要請我喝飲料 他說要請我喝飲料 好啦 不管他是買飲料什麼啦 我當初我也沒說什麼啦 他進來只有拍個照 拿一杯飲料 還沒有我經紀人的份 我們等他半小時 也為了等他 我們才進去那一家 冰淇淋店 消費等他 我還問那個老闆 問那個店家老闆 這個有滴銷嗎 他說沒有 我跟我的經紀人 他應該經紀人可以不用點啦 我只有點我一杯 吃也是可以啦 但是我還想說 沒關係啦 經紀人也跟我出來了 我還是點 那個一個99塊 我拿了200塊給經紀人 也是要去買單啦 對吧 粉絲來 只有那個 送那一杯飲料 來跟我拍個照 也沒坐下來聊天 啊我們等他半小時 看在別人的眼裡 我那一天 忽然間我不講話啦 我不講什麼啦 因為我不想講一講 我後面在那邊齁 生氣 氣了半時 對吧 對啊 我們吃的是冰淇淋 那一杯是99塊 我拿給經紀人200塊 後來人家那個店家的老闆 就說不用 就是請我 知道我是法拉利姐 請我 我們都不一樣 我們是在買單 而且粉絲來 他才帶那一杯奶茶給我們 而且我還有經紀人耶 對不對 不能大家也知道喔 我去怪獸小雞排 我又拿了雞排 我又拿了三杯飲料 對吧 我沒有缺這一杯飲料 對吧 會做人的話 不是這樣子的 粉絲要約我 我們等了半小時 我們坐在這個店家 這個沒有多少錢 起碼意識一下說 阿婷婷阿 沒關係啦 你等我半小時齁 我除了買飲料來給你喝 我知道你們吃冰淇淋 那沒關係啦 不能這個我來買單 這個是理善往來 因為他在我的直播 我等他們半小時 也是為了等他 我們來進去這一家 店 冰淇淋店 消費的 對吧 我這樣子那麼客氣 我都願意等他了 欸 從頭到尾只有買一杯飲料 而且經紀人也沒有耶 對吧 看在人家粉絲的眼裡 我當初我是不練他 是啊 你們這樣子 我等你們半小時 你們這樣子 拍拍 就拿一杯飲料 阿經紀人沒有 對吧 阿就拿一杯飲料拍拍 連坐下來聊天 都不會 這樣馬上就走人了 而且馬上要走人也可以 你起碼知道 我們為了等他 我們進去這家冰淇淋 消費 你起碼說 欸 婷婷不能等我半小時 不能 你這兩個跟經紀人吃的 這個 你們這兩個冰淇淋 我請客 我去買單 那是一個 做人的原則 雖然 雖然 那兩杯 198塊 沒有很多 但是 讓人家感覺 這個粉絲很會做人 我這樣子等粉絲 他過來這樣子拍照 是OK的 而且當初他也沒說 沒說要拿飲料來給我喝 叫我等他 如果拿飲料來給我喝 不好意思 我們手中已經有 怪獸小雞排的蜂蜜菊花茶了 不用了 他是說要請我喝飲料 我們就在鄧家等 拍一拍就走了阿 對吧 大家都看在眼裡 而且我當下我也沒有 我還沒有圍欄他 你們這樣子拍一拍就走了 讓我們等你 等你半小時 就拿一杯飲料來給我喝 就走了 阿經濟臉沒有 我當下我沒有去練他 當下我就是這樣子 忍住了 真的 我跟你說 我當下我心裡也傻眼 以為他會坐下來 也點一杯冰淇淋 聊個五分鐘 或聊個三分鐘 阿婷 你不能我們要走了 不能這個冰淇淋 我買單 不好意思 我那個讓你們等 浪費我經紀人的時間 還浪費我的時間 講迷一點就是這樣子 而且 那兩杯冰淇淋 還不給我們買單 後來人家店家老闆請客 有沒有看到 我說那個 因為我文章不能去幫人家店家打免費的廣告 就是稍微介紹一下 是OK 因為人家店家有情有欲 他們不給我們收錢 我們看在眼裡 我們稍微給人家介紹一下 那是可以的 那不是說淺不淺的問題 其實說真的 我沒有差這兩杯冰淇淋 198或是300塊 那是做人一個原則 不要會做人 不能為什麼我可以 我法拉尼姐 為什麼我可以從白 大又大不用錢 吃又吃不用錢 我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對嗎 為什麼 為什麼 有那麼多粉絲可以賞我星星 對嗎 欸 我跟你說啦 粉絲這樣子 我真的那一天我真的傻眼 我當下 我當下不練 是啊 因為 因為那是 人一個 一個心理 我們 跟經紀人浪費時間在那邊等了 大家都知道啊 我們等了超過半小時了 也是為了等他 我們還進去那一家 店消費 吃冰淇淋的 大家都傻眼 當下粉絲也都傻眼 我 我可以這樣子說啦 對吧 欸 你不要請我們喝飲料 就拿一杯飲料來 讓我們等半小時 經紀人也沒有 拍一拍就走人了 沒有跟我們聊天 你起碼你要再點一杯冰淇淋 坐下來 跟我們聊個 聊個 兩分鐘三分鐘 說阿婷婷不好意思 我們再趕時間 不然我們要走了 沒關係 你跟經紀人吃了這個 我來買攤 對不對 連這個 欸 那個小妹妹真的是 欸 不懂的人情是苦 欸 線上這樣子留言 叫我們等他 等了半小時 居然是一杯飲料 經紀人還沒有 為了等他 我們進去 那冰淇淋店消費啊 我們不用消費啦 要會做人 這個雖然不是什麼錢 但是自己的欺負錢 因為這不是說兩千塊三千塊 一萬塊幾萬塊啦 對不對 這個 這就是一兩百塊兩三百塊的東西 我們那兩杯冰淇淋也抬不到兩百塊 不能也就是說 阿婷婷不能不老意思啦 跟經紀人等那麼久 不能你這兩杯冰淇淋我買單 做人一個 一個原的 我也說阿不用不用 沒關係沒關係 我也會理善往來啊 我好 我遇到最誇張的一次 真的 我遇到最誇張的粉絲一次 沒有啊 經紀人沒有欸 傻眼 那不是錢不錢的問題 那是一個欺負錢 我沒有差到這一點點錢 對吧 我沒有差這麼一點點錢 大家也都知道啦 我一個晚上 有多少顆星星 我前幾天我youtube都是破一百美元 對吧 只有昨天比較沒有盈利而已 我沒有差到一點點錢而已 那是人一個心意 叫我們等 我很阿殺你 好 我們也沒囉嗦 我們也沒怎麼樣 只做了一個原的 為了等他 我們進去冰淇淋店消費 對吧 從頭到尾有看直播 這個直播我也沒有刪啊 大家都看就知道了啊 對吧 我真的是傻眼 真的 不是錢不錢的問題 OK 我這個不是錢之前的問題 是欺負錢的問題 當然了吧 是欺負錢的問題 對不對 我沒有差到一百塊 兩百塊三百塊 甚至一千塊 我都沒有差 對不對 我真的是傻眼 對阿 心意的問題 而且才帶那一杯飲料 真的傻眼 欸 經紀人不用喝喔 欸 為了他 我叫我們等他 經紀人也等啦 我也等啦 對吧 對 我們還在開直播的 大家都知道 經紀人也等 我也等 我們才進去那一家冰淇淋店消費的 我第一次看了那麼不會做人的粉絲 真的 我真的是傻眼 我跟你說啦 我婷婷喔 你也知道啦 我這麼在一年來齁 我的欣欣的盈利齁 有多少錢 大家都心裡都明白啦 對不對 我怎麼差到這一點錢 那是心意的問題好不好 對不對 為了我跟經紀人等他 我們進去那一家店 店家消費 而且冰淇淋沒有很貴啦 欸 才能拿那一杯 飲料來 我真的傻眼 大家也知道啊 怪獸小雞排 我們已經又拿了雞排 我已經又拿了三杯飲料 對吧 我有缺飲料喝嗎 沒有嘛 就是缺一個心意而已啊 對吧 說真的啦 說真的啦 一千塊兩千塊 我也沒有差到這裡的錢 說真的啦 那是一個心意做人的原則 得問題好不好 那真的是傻眼 當笑 當笑我還沒有花標了 就在直播 罵 真的 大家粉絲真的傻眼 真的 說要請我喝飲料 結果是拿那一瓶飲料 哈哈哈哈哈哈 到一半個機緣 哈哈哈哈 笑死了 我們沒有缺飲料喝 我們 首先已經在怪獸小雞排那邊齁 已經 我有點了 蜂蜜菊花茶了 我沒有缺飲料 真的 我到現在我要再喝蜂蜜菊花茶 我沒有缺飲料喔 真的喔 大家不信喔 不信我可以給大家看 我真的這個吃裝的是蜂蜜菊花茶 真的 那一天我拿了三杯回家耶 我真的沒有缺飲料 缺就是一個心意啦 我們那麼認真等了他半小時 連坐下來聊天都沒有耶 拍完就馬上走了耶 還很誇張耶 還買了一杯奶茶 請問一下啦 我有缺這一杯奶茶嘛 為了等他們 對了等半小時 我跟經紀人 我們一人等了一杯冰淇淋 我還是消費啊 後面他們 拍拍屁股就走了 我還是乖乖的買單啊 對吧 我拿給經紀人兩百塊說 你去買單 後來是人家店家老闆說不用請我 後來我們就是小小的幫人家介紹 因為這個不是業配 所以我不能去改文章 不能我會被公司罵 真的是缺一個心理而已 我跟你說啦 我沒差到一點錢 大家也知道啦 對不對 謝謝HAR打賞了530顆星星 謝謝打賞 謝謝你 啾咪 謝謝你 我沒有缺飲料喝啦 真的 缺了就是一個心理啦 畢竟我們等他半小時 你那個齁 你為了這樣子半小時買一杯飲料 我們等了半小時 才這樣子喔 太誇張了 真的是傻眼 我跟你說啦 我真的 我們 我齁 沒有缺飲料 我跟你說 我做飲料的那些齁 那些原料齁 都還我 還 都還在我們家裡 不管我家裡要泡什麼飲料都有啦 我跟你說 這是沒說白菜的 我缺茶機跟製冰機 還有熱茶機 都在那個廚房那邊放著了 真的啊 我確實要缺什麼飲料齁 我都有得喝啦 我沒有騙大家的了 拜託那些茶包 我多了事了 是啊 我那個說要拿個一兩包給 給有趣節 都忘了 我這次跟有趣節約 我要哪個 我哪個兩包送給他 我拿了兩個 那個就是那個 有一種 有一種那個什麼 那個 也是那個菊花 菊花的那個茶葉 也很好喝 你現在不是在廚房嗎 笑死了 光我現在在哪裡 我直播都在哪裡 我都能直播啦 對吧 甚至 甚至我在那個海的中央齁 我在海底我都能直播啦 只要我的手機是防水 我都能沉到海裡直播啦 謝謝